在疫症爆發初期,很多網友都問 究竟這個病有什麼後遺症? 怎樣處理? 但始終是新發生的病 怎樣知道它有什麼後遺症? 但當時也有很多人說到似乎乎 又說有這個病發症 會廢芝麻花 每天就休息幾口大氣 喝什麼蜜糖水就會好 這些都很多人相信 現在疫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最近也真的有一些關於後遺症的研究出來了 究竟有什麼後遺症? 今天就跟大家看看 這個是一個意大利的研究刊登在JAMA 意大利在疫情爆發之後 現在都已經趨向平靜一些 他們就建立了一些專門跟進入院的COVID病人 即是說肺炎好之後出院 就跟進他們 究竟這個情況是怎樣的診所 這個研究就是在這間診所進行的 總共有143人參加 這些人平均的年齡就大概56.5歲 留院的時間 全部都有入院的 平均是14天 超過7成人 都有一些 我們叫做 中文叫介質肺炎 意思就是說肺是很明顯受了損傷的 一般我們傳統的想法就是 凡有這些介質肺炎 interstitial pneumonia 的人 就會有機會肺纖維化 這個研究其實很簡單 他就在這些人發病之後 60天 就問他當初發病的時候病徵 例如咳嗽喘 心口痛這些 再問他今天 的情況 究竟呢 相比當初 他還有沒有症狀症 還有給他一個問卷 他填回 計算一下 他覺得現在 生活質素 健康情況 是比發病之前差 還是差不多 這個研究發覺 最常見的後遺症 第一 就是疲倦 即是說很累的 精神很差 第二 就是氣喘 即是走兩步 跑兩步 就喘氣了 第三 就是周身關節痛 第四 就是心口痛 這四個 就是四大主要的後遺症 當然還有其他的 不過相對就少一些了 那麼在60天之後 他就發覺 只有一成多少少的人 就是12點幾%的人 是所有症狀都完全沒有了 完全康復了 一些後遺症都沒有的人 只有一成多一點 32%的人 起碼有一至兩個症狀 就是當初的咳氣 觸症 心口痛 就會持續的 那麼另外 那55%的人 就更加厲害了 他有三個以上 當初的病徵 就是剛才說的病徵 他起碼有三個以上 兩個月之後 都是這樣的 如果加起來的話 八成多的人 兩個月之後 還是有這些病徵 影響著日常生活的 那麼大概有四成人 都覺得病完之後 那個生活質素 是比之前呢 就差很遠 那麼當然呢 這個研究呢 就人數比較少 就是百多人 還有呢 我們叫做single center 就是他只是在一個診所那裡做的 這個結果 是不是通用了世界各地其他人呢 當然都未必一定的 那麼大家要留意呢 在這個研究裡面 這些病人 起碼叫做中等程度的嚴重 這些呢 就不是那些很年輕啊 肺又沒有化啊 那就完全不需要入院那些人來的 研究裡面那些 都是中年人啊 住院時間 整個兩個星期 肺是花了的 這些人 多多少少呢 應該是有些些纖維化 所以就有些病徵 年輕的可能好少少的 全世界千多萬人感染過這個病毒 之後 需要處理這些後續問題 的錢啊 人力物力啊 是天文數字 那麼最後呢 我也想說一說呢 就有一個病毒學家呢 叫做Peter Pierre 那麼這個人呢 是個比利時人來的 那麼他呢 就一九七幾年的時候呢 就有份發現這個伊波拉病毒的 那麼他當然今次呢 都在前線對付這個COVID-19 那麼但是很不幸呢 就自己中了 他已經七十一歲了 那麼他那個主要病徵呢 最初的時候呢 就說嚴重的頭痛啊 發燒啊 疲得很緊要 最終呢 就是因為有些缺氧啊 那所以呢 就需要入院 他幸好呢 不需要插喉 那就需要聞氧氣而已 那麼他住院住了一個星期 他出院的時候呢 就連開車回家都沒有力的 出院之後呢 都經常呢 就會有那些氣喘啊 疲倦啊 這些這樣的情況 經常有些負面的情緒 回到家呢 那他說話又有氣無力 當然一個人就未必很有代表性啦 那麼但是呢 似乎這個病呢 如果真的 比較是中等程度以上的那些呢 是有手未跟的 那麼所以大家呢 真的要很小心 很小心 做好預防措施啦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看 給個like 留言 還有訂閱 按個鐘仔 下次再見 拜拜